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狼牙山武壮士 临危不惧 英勇不屈 东北抗连女战士 写下八女头江 壮烈篇章 铁道游击队 英雄李向阳 铸就抗日英雄群下 军旅文化大事特别节目 炮火中前进 重温胶片里的故事 追忆七十年前那段历史 观众朋友们 本周我们继续重温经典电影 寻找胶片里的记忆 我们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八一电影制片场著名编剧刘星老师 欢迎您 刘星 八一电影制片场国家一级编剧 代表作电影开国大典八月一日 你好太平洋 电视剧东方十月等 还有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罗敏老师 欢迎您 罗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民国史研究室主任 历史学博士 著有 走向统一 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 1931至1936等 上一期和我们回顾了几部描写战争的故事片 那么今天一开场 我们想提起一部电影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这部电影 对这部影片当中描写的这样一个英雄群体 肯定是记忆深刻 那就是著名的《狼牙山武壮史》 电影《狼牙山武壮史》拍摄于1958年 讲述抗日战争期间 五位八路军战士在与日军激战之后 英勇不屈 跳崖刺尽的悲壮故事 1941年秋 为了阻止日军对禁察系边区进行大扫荡 八路军某部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葛振林 宋学义 吴福才 吴德林五人接受任务 登上《狼牙山》 旗盘陀主风 日军以三千兵力猛攻狼牙山 五位战士不畏势单力薄 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力地形 与拥有飞机大炮的日军展开顽强的战斗 日军连续发起三次猛烈的冲锋 军被他们击退 顺利地完成了牵制日军的任务 但尽良绝之时 五位战士也没有放弃与日军进行搏杀 战斗到最后一刻 罗老师先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吧 这应该是反映当时我们禁察系根据地 反扫荡这个残酷斗争当中的一个经典的战斗故事 因为当时集中反扫荡 然后集中军区主要的这些领导人要转移 所以就留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蓝牙山和敌人周旋 那么就为了给大部队以及司令部留下更多的时间转移 这五个战士都战斗牺牲到最后一刻 然后为军区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蓝牙山武藏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 就是纵身一跃 有的含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给它还能达到日本几个准备 纵身一跃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那是荣辱的选择 你不跳 辱啊 那就就被日本俘虏了 你跳下去 粉身碎骨 但是你光荣了 又是生和死 你跳下去就是死啊 也可能你不跳下去 被敌人抓住 也可能狗安 活下来 但是 我为什么总强调一点 我们过去的很多电影 就是在荣辱和生死观上下功夫 哪一部影片给你拎出的人物都告诉你 生怎么生 死要怎么死 那么这部影片更是这样 所以我都想到就是我们在提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 特别要强调一下我们的荣辱观 讲什么是忠 什么是孝 为忠而死是最大的孝 忠于人民 忠于这个民族的人是可以尊敬的 所以说狼牙三五壮士 他们已经变成五个神圣的雕像 耸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 讲得真好 刘晓老师 这兰安山五壮士 也永远耸立在我们兰安山脚下 当地的老百姓 也是用不同的方式 在和我们的后辈 晚生们来讲述的这段英雄事实 我们的社制组 也为了这次特别节目 专程来到那里 咱们看一看 那里的百姓们 是怎么来回忆 这五位战斗英雄 位于河北保定义县的狼牙山 以吴勇士跳崖的英勇壮举 而闻名侠儿 在狼牙山的山腰上 坐落着陈列当年烈士遗物和遗迹的 狼牙山吴勇士纪念馆 如今 这里早已成为华北地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天前来瞻仰和平调烈士英零的人们 络绎不绝 而很多人都是看过电影《狼牙山武壮史》 目鸣爱来 说起狼牙山武壮史的故事 小学的时候课本当中学过 然后后来又通过影片当中看过 这个真真真事确实当时激励也鼓舞着我们 然后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今天又刮着这么大的风 我们自己都觉得心惊难战 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仙烈们 他们是怎样的拼出生命和鲜血来保卫我们这天美丽的家喻呢 前一个时期我们看了这个《狼牙山武壮史》 约了几个朋友呀 很感兴趣 所以说这条例特意了 咱要咱要他们讲识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今天是第四次爬狼牙山 《狼牙山武壮史》这部电影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 而且有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 很小就知道狼牙山的故事 今天再次来到狼牙山 非常的险峻 当时武壮史 为了保护老百姓 为了保护大部队 非常的不容易 显出了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确实来得不容易 我们一定要珍惜 学习《狼牙山武壮史》的精神 把我们的生活建设得更好 走进《狼牙山武壮史》纪念馆 今天为我们讲解那段历史的 是一位年仅21岁的小姑娘 在她的讲解下 我们重新了解了历史上 那段发生在狼牙山上的 真实而悲壮的故事 当时在山上的五名勇士 为了使敌人摸不清我主力部队撤走的方向 就故意的暴露自己 把敌人引向了相反的方向 通往三面掘壁的小莲花风上 到了下午三四点 他们的子弹用光了 就用石头砸 黄昏时分 石头也用光了 就剩下班长马宝玉手中 唯一的一颗手榴弹了 班长马宝玉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 也甩向了敌群 他们把枪支摔坏 丢进深谷 决定宁可跳崖也绝不投降 班长马宝玉第一个来到山崖前 高喊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行动 表达了对党的忠诚 紧接着副班长葛振林 战事胡德林胡夫才宋协议 也高喊着口号 纷纷跳下了大声音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共产党万岁 大产党万岁 大产党万岁 都来到这之后是通过我们馆长给我们培训的时候 才对他们深一步的了解 今年是抗战胜利的七十周年 在这一个特殊的一年代表90后把我发表一下感想 我们主要缅怀的是他们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个精神主要就是让我们不忘历史振兴中华 了不得了 这个90后的一个小姑娘 虽然她做的是纪念馆的讲解员的工作 但是看得出来对这段历史 对这五位壮士 他们英雄就义的战斗故事倒背如流 而且付出了很多的情感 而且我们的外拍摄影组也注意到 在当地 这部电影是反复的循环播映 就是一片大屏幕 不管是游客也好 还是当地的老百姓也好 反复的在看这段电影 反复的口口相传这段故事 但是一直是津津乐道 至今为止在他们心目当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是电影的魅力 还是英雄的力量 其实这里说到就是一个中华民族 是崇尚美德的 是吧 是崇尚忠的 是崇尚孝的 是崇尚献身精神的 只要我们能做的这些 我们也会被人记得 这就是他的意义 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 又在我来之前 我还问了我女儿 我说你知道浪牙三五壮士 她说我知道 我女儿是今年小学六年级 课本上有 她说五个壮士牺牲了三个 有两个被松树挂住了 获救了 所以我想这个民族的这样一段记忆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多方位的 这样一种呈现方式 然后依然保持至今 然后依然激励着我们 这种传播手段很多 我们小时候的小人书 是吧 很多传统的经典的曲艺节目 都在欧多着我们这些英雄的形象 除了《蓝牙山五壮士》 还有一大批的我们经典电影 塑造了在抗战争时期 我们这个英雄的群像 比如说还有一部电影 叫《八女投江》 抗战初期 东北某阵 小学教师冷云 不愿做围满统治下的王国奴 依然与作为警长的丈夫决裂 投奔抗联 抗战老战士 王皮福 为掩护女儿 王慧民和冷云脱险 光荣牺牲 冷云和王慧民 在武河村 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暴 和几个又共同遭遇的姐妹一起 加入到抗联队伍 冷云在山上 教姐妹们十字 给他们讲述革命道理 并在老林里 建起秘密宿营地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 为前线战友赶制棉衣 照顾前方送来的伤员 班长胡秀之 经历坎坷 生性坚毅 他和冷云一起 担负着营地的组织管理任务 日军围剿日慎 为掩护主力转移 八女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 走进滔滔江水 同样描写了一个非常悲壮的战斗故事 八位年轻的东北抗联女战士 就毅然的也是纵身一跃啊 跃到了江里边 两位老师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记忆 何够我们讲述的 这个影片好 和栏安山武装时 有共同的地方 就是表现中和用 一群女子 战争是让女人走开的 可是这八个女人没有走开 为什么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 这是东北的儿女 往前边是滔滔的江水 往后边是敌人的追击 我绝不会落在敌人的手里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字 宁死而不屈 我死在江里这是我的山河 我死在敌人枪口下那不是我 所以我想它有很多 启示我们的地方 就越加告诉我们 电影文艺工作者也好 历史研究工作者也好 我们确实要把我们的正能量 传给我们的孩子 这是我们的责任 罗老师您从历史研究者一个角度 跟我们讲一讲 东北抗联 这支武装力量 在抗人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们都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 也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那么就像八女头江这部电影 当然它是从这种女性 毅然赴死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表现了东北抗联 战士的这样一种坚韧 所以我想给观众的冲击力 也会更大一些 东北抗联 东北抗联很艰苦 但是出了许多英雄 震惊中外的英雄 对 杨静宇 杨静宇 赵一曼 赵一曼 李赵林 周宝忠 对 东北抗联呢 说到艰苦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日本法医司统治的严酷 他那时候实行的是 奴化教育 奴化教育 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和白面 你吃大米白面是经济饭 不准你过年过节 比方说有什么往来 这都不可以的 那还有一个 孩子就开始学日语 如果再有八年 不抗战胜利的话 很多孩子就可能 就不会讲汉话了 这是最险恶的 是要灭我民族啊 对 难能可贵的就是 他们坚持到最后 最后一支部队 是打到了中枢边境 加入了苏联的这个 一个红军旅 叫做八十八旅 在苏联红军大反攻的时候 起到了先锋作用 有的把他们空投到长春 空投到加姆斯 空投到附近 应该说为东北的全部解放 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两天 这个俄罗斯在纪念 魏国战争这个胜疫的时候 他们当时那些个红军老战士 还在回忆我们东北的一个女孩 深入到这个敌后 做一些个劝降工作 最后牺牲在那里了 我记得好像是空正 还有成都军区 也正在为这个题材 来排音乐剧和歌舞剧 我觉得现在这个方面的题材 越来越广泛了 很多英雄形象 英雄的集体形象 也一点点的走进了 更广大的老百姓的这个视角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另一个塑造 我们这个英雄群的形象的电影 这部影片的故事可能更加广为流传 尤其其中的一段插曲 大家可能是更加耳熟能详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 《铁道游击队》 充分展现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让没有读过原著的人们 也永远记住了《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 鲁南临城 藻庄一带的铁路线上 活跃着一支游击队 队员在大队长刘宏 正为李政的组织领导下 配合主力部队 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 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飞虎队 日军小林部队 想方设法偷袭飞虎队 最终是由恒受伤 但刘宏因此得以被寡妇房林嫂照料 成就了一对爱人 我想 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那也多么好啊 会的 一定会的 刘宏商议后 配合李政指挥作战 大败日军 恼羞成怒的日军 欲以肆意杀戮之法 激怒刘宏 刘宏重计 准备在威山湖 与日军展开正面交锋 幸得李政及时劝阻 飞虎队力量才得以保全 修正后的飞虎队 将沿线日军悉数歼灭 但方林嫂却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捕 1945年抗战胜利 李政商好回到飞虎队 要迫使小林部队投降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 已经向交通线挺进 咱们的任务是 插到凌城一带铁路边 阻止蒋北军向北面去 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最终飞虎队救出方林嫂 抓住了逃跑的小林 和她的残兵败将 铁道游击队 从此变得更加壮大起来 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 大飞车 飞虎队 方林嫂 这些个经典的人物形象 和这个故事情节深入人心 刘老师您对这部电影有哪些情节记忆深刻 这部电影故事精彩 人物非常有个性 刘虹 乳汉 小波 包括冯泽演的郑伟 还有唯一的女性 方林嫂 方林嫂 她留下了一首好歌 可以说 搞晚会我们知道 很多大的晚会当中 跑不开 跑不掉 离不开 离不开 西门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要说这个电影 它有很多细节都是很动人的 但是我倒觉得 非常真实 非常合乎情境的刻画人物的 就是那个方林嫂 扔了一颗没有拉弦的手榴弹 对 这个有点意思 太有意思了吧 记忆深刻 我就那感觉它特别真实 对敌人的仇恨 有 全民投入战斗的感觉 有 一个女性的刚烈 有 都有了 就是没拉弦 太有 就是让你说不清道明 看着艺术高妙之处 接住 快轮手榴弹 罗老师就是我们电影里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我不知道您研究这段历史 和当时这个真实的历史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它这个铁道游击队是基于一段真实的历史 也是一支非常传奇 本身就是一支非常传奇的队伍 它当时是隶属于八路军115师的苏鲁支队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所以它本身就是非常传奇 所以这个电影基本上就是把它们就更加生动和鲜活化了 因为当时八路军就是在面临的敌人封锁 当时从延安要是到华中到这个最主要的通道就是在这一段 所以你看铁道游击队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护送中央领导人到华中到华南地区去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 这些领导人包括刘少奇 包括当时三东军区的司令罗容环 还有包括新四军的军长陈毅 都曾经在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顺利地穿过了敌战区 先从那个威山湖坐船到这铁道边上 然后就开始走 所以当时罗容环还专门就是称赞铁道游击队 他说你们就是在敌人这个星罗旗部的这个锯点中间 就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 就是保证了当时红色首都延安这个通道的安全 是的 那么在山东藻庄 微山湖派至今也还在进行乐道的这一段英雄佳话 我们说这组也专程赶到那里 听一听那里的朋友们怎么回忆这段历史 1944年7月 一支美国军事视察团在陕北有了让他们惊异的发现 这些西点军校的美国军官们曾经不懈提及的游击战术 在这里竟被运用的极其广泛 发挥的效应之高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这其中他们关注到了山东南部 一支常年活动在日本占领区的游击队 它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铁道游击队 这个地方就是藻庄火车站 当年这个铁道游击队戴省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火车站西侧的小城庄 铁道队的前省呢 只是负责给游击队搞情报的 叫抗日情报站 咱们这个电影里边呢 有这个大队长刘洪 还有副大队长王强 那么刘洪就是根据诊识的 铁道队里边的呢 两位大队长的姓合在一起的 刘是刘金山 洪呢是洪正海 洪正海是第一任大队长 当时这个铁道游队呢 也为了搞职业掩护 他们从这个火车站 拔了这个鬼子的煤 然而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铁路线上 拔车偷煤又谈何容易 全副武装的压车军警 对赤手空拳的爬煤者来说 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洪正海感到 枪是他们最需要的 可是远在山区的部队 此刻也是武器匮乏 不可能供应他们 到哪里才能搞来枪呢 这时一名游戏队员在火车站 意外发现 日军的货物中藏有武器 就迅速通知了洪正海 1939年10月的一个夜晚 当装有枪支的火车 缓缓开出车站 早已埋伏在铁路旁的洪正海 飞身爬上火车 这一次他们一举将两挺清击枪 还有步枪和子弹收入囊中 电影铁道游戏队再现了当时的一幕 这辆火车正好在晚上89点钟的时候开出来 洪正海他们爬上火车之后 等火车开到王沟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打开车门往外陷了两挺清击枪 还有12只马达针步枪 还有两箱子弹 当他们把这些武器 运到了这个山泥抗日游击队的时候 游击队的领导当时非常惊讶 哎呀 说这些武器要是在敌林战场上要夺回来的话 起码要牺牲一个连的兵力 可是他们这几个人不费吹飞之力 就弄了那么多的新式武器 哎呀 看来是不是你们 以后要成立一个小型的抗日武装 领导给他们正式取名叫鲁南铁道队 第二年 日军进行大规模扫荡 1150政委罗戎环指挥游击队 从后方打击敌人 牵制大扫荡 红震海接到命令后 率领有了武器的铁道队展开行动 袭击了日军正泰国际洋行 击毙多名日军 被称之为血染洋行 这个地方呢 就是党员电影 铁道游击队血染洋行的就职 这个洋行是群众对他的称呼 其实他这个正式的名称呢 叫正泰国际公司 是日军在这个地方 开的一个武警杂货店 它名义上是武警杂货店 实际上呢 是日本的一个特务机构 这么在1940年的5月的时候 我们铁道队阻制了32人的一个战斗队 从咱们这个央行的后边打强洞进去 有十几分钟时间就用大刀片 把这个屋内的12个鬼子全部消灭掉 铁道队的一系列袭击 使扫荡日军的运兵和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不得不放慢在正面战场的节奏 事后 115师政委罗荣环在给铁道队的嘉奖信中说 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 然而垂死挣扎的日军对游击队展开了大反扑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地点就在一个叫临城的地方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位于雪城区的 铁道游击队影视城 过去叫临城 那么抗日战争时期 我们铁道一队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一次非常警裁的战斗 我们在小说和电影里边叫夜写临城 在1940年6月份的时候 清华日军从济南派来了一个特务头子 叫高杆 他是个中国通 因为他采取的手段非常多了 上帝就说要把这个特务头子高杆给杀了 切了一队化妆成这个位剧 化妆成位剧之后 通过了个好几层保安之后 一直到了高杆的这个办公室门口 一脚这个踹开门之后呢 就把他给打死了 为了更加艺术化的再现这场精彩战斗的高潮部分 电影铁道游击队并没有完全按照当时的情景来处理 而是将战斗地点有临城高杆的办公室 移到了更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威山湖上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这个电影里的情节 几个精彩的片段 大家现在还在进行乐道地讲述着 老师们有什么记忆深刻的 关于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这个飞车搞机箱是吧 打洋行 对 开探场 尤其是在那个列车上那一段 打飞车 飞车 我就记得那个镜头我印象深刻 那个日本小队长在啃那烧鸡 然后拿那个酒瓶子 提起这个经典电影的情节 反正我们那一代的孩子们 到今天为止还在传为佳话 可能都很多情节 都把它变成我们儿时的游戏了 谁来演这个正面人物 谁来演这个反面人物 那个时候我们平时游戏就是这些内容 说到这里呢 还有一部电影不能不提 那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一位战斗英雄 那就是平原游戏队 李向阳 1943年秋 游戏队长李向阳 接到牵制日军驻守某县城的松井部队的任务 以达到粉碎日军扫荡华北某根据地的阴谋 并保住藏于李庄的粮食 行动时 李向阳与参谋长兵分两路 并投行进 李向阳转移粮食时 被地主杨老松溃见 或者赶去县城向松井告密 松井闻之大喜 率大部队赶到李庄 但粮食和乡亲已被李向阳安排转移到地道 然而地道终被松井发现 让他们出来 快喊 老乡们快出来吧 老乡们 快出来吧 为引诱松井离开李庄 李向阳率队员进县城 炸毁日军弹药列车 并计划在松井撤队时 把他个措手不及 但李向阳低估了松井的狡猾 松井半路杀了个回马枪折回李庄 残杀了一些不肯说出粮食藏在哪里的乡亲 李向阳又一次化妆进城 烧了敌人的粮食 处死了汉奸杨老宗 气急败坏的松井再次杀进李庄 这一次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粤军被全部歼灭了 平原游击队 李向阳成为了我们那一代人的英雄 真是偶像 我们小朋友们经常就是自己拿那个木头 挫成那个当时李向阳用那个枪 把那个毛巾一砸 都要争当这个李向阳 都要演这个游击队长 尤其最后刚才影片当中那样一个情节 小宝子这给你报仇了 就那一颗子弹 还有一个小木头枪 这些情节都历历在目 两位老师觉得李向阳 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经典的这样一个形象 至今仍在观众的心目中 这个李向阳的名字就很普通 他为什么能够传奇 为什么能够被拍成影片 我倒觉得他是集合了在平原作战当中的那些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英雄的典型 集中他一身 他在这里头的突出表现就是 从不成熟到成熟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抗日战争过程当中的整个历史变化过程 他应该是这么一个化身 毛泽东有句话说的非常形象 帝国主义就像一头眼油 他进入了中国就进入了中国人民给他布下的火阵 他必须烧死不可 你看这个片子 他就是这样 李向阳何止是平原游击队友 哪里游击队 燕灵局队友这样李向阳 人民战争造成了汪洋大海 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最近也有好多版本的李向阳 关于这个题材 好像我们的影视工作者 一谈到这样题材创作 总能先想到李向阳这个英雄的形象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原创更强烈 他第一个塑造的 而且他是有不可超越的地方 是的 首先郭敬青的表演 郭敬青就是个工人出身 他的表演他不可能超越 像演员那种表演 他就是演自己 这是一个 还有方画 这个老人家特别像日本鬼 演日本鬼的第一人 他有一大批 熟悉那个年代生活的艺术家们 来塑造了别人 后人无可超越这些东西 所以说 艺术一旦建立了自己的高峰 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标杆 别人很难超越 放下你的武器 中国的地面上 绝不能让你们横行八道 罗老师 咱们历史当中 这个李向阳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吗 还是就像刘老师说的 就是从千千万万的 我们那样的英雄 这个群体当中浓缩了 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 他实际上是浓缩了 各个游击队的 这样的一个精华 都在李向阳这个身上 所以你看他的片名 不叫李向阳 叫平原游击队 所以我们一般想起根据地 想起游击队 都是三地作战 其实应该是围绕着三地 是更好建立游击队 更好隐藏自己来打击敌人 但是平原的这种游击作战 应该是更加残酷的 因为敌我界限不分 所以这种平原游击队的 这样一种作战 在整个的敌后根据地来说 因为要面临着日军的 这种集中扫荡 所以他的战斗更加的残酷 而且李向阳的这个人物 他就代表了中共 就探索这样一种 在平原地区游击站 从这个慢慢的成熟发展的 一个过程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这里是军旅文化大事业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特别节目 请打开军事频道 胶片里的记忆 让我们重回七十年前的一段历史 让我们重回七十年前的故事 让我们重回七十年前的故事 让我们重回七十年前的训练 让我们重回七十年前的战场 我们不忘历史 因为我们热爱和平 大家好 我是纳雷 我是潘强家 南武服 毕宝宗 杨复光 比较累累 五子流 杨小生 中央林 颖红 罗莎莎 狼牙山武装士 林微不惧 凝勇不屈 东北抗日英雄群群下 银行 bapt 筹势 军旅文化大事特别节目 炮火中前进 重温胶片里的故事 追影七十年前那段历史 我们这个华北平原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游击战打得最为灵活最为成功的 两位老师从电影从历史研究的这个角度 也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游击战游击战术 在我们抗日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游击战我想它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是有它的传统 敌进我退敌注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样一个十六字秘诀的这样一个游击作战的方针 那么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 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成功的地方 就是坚持了这样的一个游击战的一个作战的方针 从国民党军队进行谈判的时候 就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长处就是打游击战 所以我们不是集中作战 也不是打阵地战 所以这一点一定的要表明 比如在山西当时正好谈判 谈判八路军要担任什么样的一个参战任务的时候 毛泽东就去电给周恩来 就告诉他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侧面前击敌人 最后随着整个战争形势的这样一个好转之后 他就转入到了这种战略的反攻阶段 最终打败了日本的侵略 所以他应该是中共他根据自己的一个特色 长期摸索出来的弱者来对抗强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 这也是我们一个法宝 我们这两周回顾了几部经典的电影 阿女投江 蓝牙山武转 铁道游击队 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个游击战术 或者是一些个战斗的集体英雄形象 反正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表现 这一类的题材的电影都吐出了我们这两期的主题 军人的血性 民族的血性 应该适用到我们的骨髓当中的 我们回顾历史也是更好的开创未来 所以刘生老师从这个角度给我们讲一讲 包括我们的电影工作者 或者是我们的军队怎么能从我们的经典影片当中 从我们的英雄当中去传承什么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电影工作者任务就是塑造英雄 我的观点是历史是英雄创造的 因为英雄在人民当中 我的观点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因为人民孕育了英雄 我们这几部电影所表现的都是应该是平民英雄 他们能成为英雄 我们可敬他们 信服他们 学习他们 为什么 他是平民 平民 是你也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 可借鉴 可模仿 可达到 这些英雄 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都有这些种子 我们电影工作者 我们文艺工作者 我们史学工作者 有这个责任的话 其实都能够点燃每个人心中那个英雄的种子 那么我们的人民就变成了一个英雄的人民 我们的民族就会变成一个英雄的民族 在这样短短的一期节目当中 又和两位老师一起重温了历史经典 那么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 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军旅文化大事业的特别节目 炮火中前进 下周的几部电影 我想观众朋友们一定会更加的有兴趣 比方说 那个典型的经典的小冰章杆 就有又一次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